哈嘍大家好,我是星野 帮大家解释日本麻將上的疑難雜症 在前面四回呢,我們已經把基本概念講得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稍微深入一點的東西啦 非要少說,走囉! 假設在魔衣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配牌是長這個樣子的 在我們拿到牌以後,可以把手牌拆成幾個區塊來看 比如說一萬、三索、八索、北風是單張 七九萬是搭子 二柄和白是對子 而五六七柄是面子 這四種分類我們也可以稱為基本型 那接下來就好辦啦 我們一般會從價值最低的牌開始打起 比如說這一首,我們通常會先打掉單張的北風 但如果下一局拿到配牌是長這個樣子呢 你會發現,這一手牌的某些區塊 是沒有辦法用單一種基本型去歸類的 甚至連拆解方式都不只有一種 比如光是這個五五六七柄 我們可以拆成五五對子加六七大子 也可以拆成五六七的面子加上五的單張 甚至還可以拆成五六加五七 也就是一個兩面加上一個砍張的組合 那到底哪一種拆拔才是對的呢? 其實真的要說起來啊,都不對 出牌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 就是當它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常會產生一些特別的效應 讓整個牌型的組合變得更好用 所以想要處理好這種牌型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一種更整體的角度 去了解這些牌型的特性 而像這種有兩個以上的基本型所構建的組合 我們也稱為 複合型 這一回我們現在介紹三張牌的複合型 比如說一一二萬 它可以視為編張和對子的組合 而四六八所可以視為四六手和六八手 兩個砍張的組合 欸?那是不是幾張樹牌 聚在一起就一定是複合型呢? 其實也不一定 比如說像一二四柄 六七九所這種牌型 你要說它們是兩種基本型的組合也沒有錯啊 像是一二四柄 它也可以看成一二柄的編張 加上二四柄的砍張 問題是 我們在第二回有介紹過 有效牌重複這個效應 這邊一二柄可以進了牌 二四柄也都可以進啊 所以多出來的這張一柄 是沒有帶來太多實質的效益 而類似這樣的牌型 我們一般並不會當作複合型來看待 所以三張牌的複合型 實際上只有兩類 一種是搭子加上對子的組合 也稱為對子複合型 另一種是兩個砍張的組合 我們也稱為兩砍 那我們先來介紹對子複合型 依照搭子部位的不同啊 它們又可以細分為 兩面對 砍張對 還有邊張對子三種 對子複合型除了保留搭子部位的進張以外 還額外增加了對子部位的進張 這也是這種牌型的強項 首先要講一下哦 因為複合型的價值通常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在手牌的初期階段 我們通常不會急著去處理還沒有進牌的複合型 一般都會等到兩項廳左右再去動手 接著來看這一手牌 有些玩家可能會想要在這個點打2萬 或許是因為有三個對子的關係 所以會想要往對子型的方向去走 但其實這邊的244萬是一個砍張對 如果我們拆掉2萬的話 那就直接損失了4張3萬的進牌 很顯然這個是不划算的 這一手牌我們也傾向於打1柄 因為這邊的1柄和單張其實差不多 而且就算我們硬留住3個對子 和7對子的距離還是很遠 所以這邊會建議還是專攻一般型吧 而像這種一向天的手牌 如果可以做出對子複合型的話 在進牌效率上會有很明顯的提升 我們在第4回有說過 越接近虎牌的階段難度就會越大 特別是一向天到Tim牌的這一階 它的進張數會減少很多 所以我們只要增加個2到3張的進張 其實就很有感了 譬如這一手牌原本只有12張進張 這邊要注意一下 它只有一個2柄對子 所以就算我們進了2柄也不能算是進張 只能算是改良而已 但如果可以做出對子複合型的話 我們就可以額外多出4張進張 因為不只是3所 連2柄也可以變成進張 這樣就相當於增加了1 3的進張數 這個效率是非常明顯的 何況這一手牌 若待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考慮直接磁聽或是碰聽 所以對子的複合型就會顯得更有價值 畢竟碰牌可以碰3加嘛 當然我們實際上也要考慮場上的1線張數 萬一2柄和3所加起來已經出現2 3張了 那這個對子部位的價值自然會降低不少 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考慮放棄對子部位 把多餘的空間換成其他的牌 比如說抓一張安全牌什麼的 這邊順便跟大家澄清一個觀念 比如說這一手牌 我們先注意柄子的區塊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玩家會認為 這邊的6柄不只形成了對子 還形成了5 6柄的兩面 也就是說這一張6柄 有10張進張的價值 我們不應該去打6柄 不過這個想法也有個問題 就算我們拆掉其中一張 也還有另一張 我們一樣可以保留5 6柄的兩面 雖然我們前面有說過 要以更整體的角度去理解複合型 但這並不表示 我們不能把它拆開來處理還有思考 比如6 8 8鎖這個對子複合型 其中6 8鎖屬於搭子部位 8 8鎖屬於對子部位 如果在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可以拆掉其中一個部位 讓它回到基本形的狀態 或是我們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 來理解對子複合型 原本它只是一個單獨的搭子 那儘管它沒有某些搭子那麼好運 可以直接進牌變成面子 但它也進了另一張重複的牌 形成對子部位 所以獲得了進一步的補強 具體來說 就是讓這個區塊的進張增加的意思 因為多多變成克子的可能性 所以做出面子的機會就變大了 而這一張使它形成對子部位的牌 我們在牌效益理論裡面 也是會補強牌 接下來比較這兩手牌 它們都有兩個對子複合型 其中一手牌我們剛才看過 而第一手牌也只差一張牌而已 然而這兩手牌的最佳打法 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只把關鍵的部分拉出來看 首先A這一手牌總共有兩個對子 兩個都是對子複合型 我們在之前曾經說過 一副手牌有兩個對子是最剛好的狀態 因為它們正好可以達成合作效果 假設我們這邊把6柄拆掉 那就只剩下一個8索對子可以當雀頭了 而8索一旦當雀頭 旁邊的6索又會顯得很雞肋 因為就算我們進了7索 也不會讓相片路前進的 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基本上我們會希望把兩個對子都留下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 就是比較兩個複合型的搭子部位 並且把比較弱的那個搭子給拆了 分別是5 6柄和6 8索 很顯然後者比較弱 所以這一索我們會打6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B這一手牌 這一段才是本回的重點 大家注意聽啊 B這一手牌和A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它有3個對子 我們說過 3個對子的效率一般是比較差的 經過計算也可以確定這一點 所以我們會傾向於拆掉其中一個對子 問題是要拆哪一個對子呢? 首先我們不會去拆3索 因為它只是一個單獨的對子 如果我們去拆它的話 它就會剩下一個單張 這樣肯定會導致相聽數的倒退 所以我們只能從剩下兩個對子裡面選一個拆掉 如果把這一手牌丟到牌以攻擊裡面計算的話 你會發現不管拆哪一邊 都是16張進章 好像打哪一邊都差不多啊 但如果這一手最後是從對子不會進牌的話 那就會有很大的差別囉 假設前面是拆6索 結果進了3索或是8索的話 最後我們可以聽47索的兩面 但如果前面是拆8索 結果進了6索或是3索的話 那最後就只能聽7索的砍章了 我們再把情況詳細整理一遍 目前有兩條路線 目標是打6索 還有打8索 我們把這兩條路線的所有的緊張都列出來 首先這兩條路線 在搭子部位上的緊張都是一樣的 有4索、7索、7索的三種 其中我們只要先進47索 那就一定會變成魚型聽牌 而只要先進7索 就一定可以做成好型聽牌 這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模擬一下 真正會有差別是進對子的時候 譬如左邊這一索 不管最後是進3索還是8索做的克制 我們都可以打掉6索 形成5、6索的兩面聽牌 然而右邊這一索牌呢 不管是進3索還是6索 只要在不放棄聽牌的前提下 我們最後都只能打掉5索 形成6、8索的砍章聽牌 我們整理一下就會發現 雖然兩邊的緊張數是一樣多的 但左邊聽好型的機會明顯大於右邊 而差別就在對子部位的聽牌上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這是因為當我們把對子的部位 或說把補強牌 丟在某一個搭子上的時候 它確實可以強化這個區塊的緊張能力沒有錯 但要是我們剛好從對子部位進牌的話 就會導致這個搭子被洗掉 這個區塊要嘛變成克制 要嘛變成雀頭 反正它的搭子部位是一定留不足的 所以在類似這種情況下 我們應該要把補強牌 放在比較弱的那個搭子上 或者我們也可以說 把兩面給固定下來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比較希望被洗掉的弱的搭子 留下來的是強的搭子 講了這麼久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歸納出一個 如何處理對子複合型的法則了 但我們手上有多個對子複合型 而且需要去猜其中一邊的情況下 如果手牌總共有兩個對子的話 我們會比較想把兩個對子都留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要猜搭子部位 我們可以去比較每一個對子複合型的搭子強度 然後猜掉比較弱的那個搭子 而手牌總共有三個對子的話 我們通常會傾向於猜掉其中一個對子 這時我們一樣會去比較對子複合型的搭子部位 但我們要猜的 會變成是猜強搭子那邊的對子 把弱搭子的對子給留下來 或者也可以說 把補強牌留在弱搭子上面 比如說這一手牌 它有三個對子 所以我們會選其中一個對子拆掉 他首先不考慮因為它不是複合型 而七柄形成了兩面 其實已經很強了 但是三萬這邊的搭子 比七柄還要強啊 因為三萬這邊形成一個 三四五六七的三面排型 所以在這一手牌 我們會傾向於打三萬 把這個三面排型給固定下來 這樣就有更多的機會把它留到最後啦 對子複合型大概先講到這邊 那這一回後半的內容可能有稍微深一點 如果一時間不好吸收的話也沒有關係 多看 多想 多實踐 自然就會懂啦 下一回我預計會講兩坎 另外可能還有一部分的四張複合型吧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大家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一起討論 影片說明裡面有連結 我是星野 下回見 掰掰 snai 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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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